有没有 再来 你的膝盖比胯部 不要管膝盖 要管胯 腰放掉 胸放掉 全身一下子放掉 不对 所以我可以选择膝盖不要 你的膝盖是根本的 于是你设一个停顺点 好的吗 膝盖设一个停顺点才有爆 才有这个力 你膝盖不停顺点就掉 掉地上 不对 那我总是做慢的 慢 弱我怎么做慢呢 所以不能做慢的 弱就是地心引力 有地心引力来做啊 不是由我做啊 由我做我可以决定快 快跟慢 如果速度慢就是准 如果速度慢慢的就是 你弱一定是我这个东西 一个东西我让它掉下去 我不能控制它的快慢啊 嗯 要不懂 我可以控制它的深浅 啊 我可以控制它的深浅 我落到这里 你看 我落到这里 嗯 跟我落到这里 跟我落到这里 嗯 就是不同的点 我落到这里 我在不同的点停 嗯 就是落下的那个深浅 可是落下这件事情 不是我在控控控制它的 嗯 所以老师 不同的点是 老师用不同的肌肉 把它停下来 不是 你就是在那个瞬间 不让它再落了 但是你不然 你怎么不让它再落 一样是用肌肉吗 你都会用到肌肉嘛 会吧 会吧 我不是说吗 收缩机是升机的煞车 嗯 就是那一瞬间煞车 懂得吗 不对 可是你不是 你不是故意去做那个煞车哦 你故意去做煞车用慢了 好 所以老师刚刚 裸碰的点 所以 其实 你没有太想 啊 我现在要落到 没有我只是 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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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我要落到什么地方 哦 有意识 哎 哦 好 好 你不就不能好 这就是如果 如果我错慢了 就是 就一定是轮车 对 好 所以 煞车 你开车的煞 煞车 有慢慢的煞 嗯 是不是 慢慢的煞就是你控制那个 那个煞车的松 松紧度嘛 嗯 慢慢煞车子还在走 然后倒停嘛 嗯 是不是 可是我们这个是快 快煞 那那个就是台积啊 台积里面 其实因为他都是满的 对 其实都是吨的 对 都是没有这种 他没有快 快快路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练 逐步的放 放放松 嗯 在练逐步的放放放商 嗯 主要的 啊 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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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s 你在放松不同的肌肉 逐渐的 逐渐的 你在一个落下的过程当中 你是在放松不同的肌肌肉 所以要慢 要不懂 其实你做快的这一下放 你快的这一下落 你还是放松 放松不同的肌肉 你是要放松很多肌肉 同时放松很多肌肉 你才会有这个落 不是一块 不是一块 那胎体拳在练的时候呢 它是练习什么 就是让你去体会练习 你逐步的放松哪些肌肉 你落下去 就是每一个点 让你很明白 你应该要很明白 我这个走 我这个落下去 我是在放松什么 放松什么 放松什么 放松什么落 但是真正在用的时候 它也不会这样用 用啊 这样不懂 懂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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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